什麼是史萊姆好玩遊戲區 坐下孩子 我來跟你講一個偉大的故事 以前電腦課的時候 我們都在上面找樂子 以前這個網站就像是Steam 但上面的遊戲都不用剪 哭了 哎呀你挺會問的吧 哎呀你挺會問的吧 小萌沒找我工商 馬娘直接摔爆 小萌找我FGO 小萌讚 哎我們馬娘也沒有批判他好不好 我們還是說馬娘讚嘛對不對 韓國廠商要求會很多嗎 韓國韓國還好 但我接到韓國遊戲 大部分都不是那種劇情類很重的 我覺得其實 中國廠商算是很好 很好喬的 日本算是比較麻煩的 合作起來比較多細節要注意 會買廣告授權版就不到很多 通常會買的都是 要嘛是奶妹 你要嘛就是很有名的實況主 那我只是一個中小咖 所以不一定會有人買 或是廠商是盤子 不要亂講人家是盤子 我跟你講這世界上只有一個人是盤子 就是在魔物獵人課金買水的 那個才叫盤子 超級鬆不要幹 黑羽說他客了一單 在那邊買水 我就媽就是你 媽就是你 媽你這種人 媽縱容 來我們來看魔物獵人這個營收 日本暢銷榜第二名 這個收益喔 全拜這個回復藥水 全拜回復藥水 所以說 想出回復藥水傷法的人喔 在卡普空應該要升職加薪才對 好不好 所以你們這些喔 應該說我們這些 我們這些喝不起藥水的人 全部都應該被魔物獵人鬧給淘汰 那那些喝得起 喝得起課金藥水的人呢 就繼續在上面玩吧 那我先退了 我不玩了 你們厲害 你們強 那我我我沒錢買水技術又不好 那我不玩了 就這麼簡單 沒有錯 我們不需要不買水的玩家 花錢買水 平步青雲 其實也不能說平步青雲 目前反彈的玩家還是蠻多的 這個例如喔 這個 這個某A性實況主 某A某J 也是對這件事情大力的批判喔 但是他的聲量實在太小了 所以沒人屌他 希望卡普空好事為之 早點悔改 好啦 任知識時間 哎呦 非洲灰鸚鵡是世界上最劍壇的鳥 大多數的鸚鵡只能學會50個字 非洲灰鵡可以學會800多字 而且非常劍壇 非洲灰鸚鵡可以理解和模仿人類語言 他甚至還可以模仿不同動物教生來欺騙捕食者 哇靠 好屌喔 成年鸚鵡的智力相當於一個五六歲的小孩子 國外有一支死亡金屬樂隊的主唱就是一支愛唱歌的非洲灰鸚鵡 它的人氣可高了 有點厲害有點厲害 800字跟小學生差不多差不多 所以你跟一個灰鸚鵡講話 你就等同於再跟小學生聊天 我可以直接找小學生嗎 不行 我都直接找小學生省了麻煩 幹 給我抓起來 我們來玩這個喔 迪士尼競技場 看起來是一個酷酷的遊戲 這有正版授權嗎 有啦有正版授權 史迪奇 破麻 哎呀沒人敢盜版迪士尼的啦 那個小美人魚不是黑人眼的我破防了 這個不夠政治正確欸 我要檢舉這款種族騎士遊戲 那我教你 你現在馬上去這個Google Play 迪士尼魔法師競技場 你去檢舉這個好不好 你不要檢舉我的影片 這抽角色嗎 哎呦毛怪 詹姆斯蘇利文 其實還不錯啊 看起來造型還算好看 這看起來又很糟嗎 還好吧 你們的標準什麼時候那麼高了 毛怪一定是T0沒有 要把毛怪的臉移到這個大眼仔身上喔 才是T0 這個標準的回合式RPG手遊吧 這遊戲美術其實不錯 有十年前的單機遊戲水準 謝謝你的誇獎 我就問這遊戲能不能自動加加速啊 老實講他這個節奏有點慢欸 跟FGO沒有開加速玩起來一樣的感覺 開局魔貓怪加這個神大眼仔 還還有可以幫 可以幫這個小美人魚換不同的Skin 換Skin是不是雙關啊 你可以換這個電影版的Skin喔 電影版Skin 被自己的爛雙關消化給鬥樂了 即使你還要拍玩具總動員5 又是超冷飯真假 玩具總動員還能出5 好啦 雖然你知道我當時抱著 玩具總動員還能出4 3都已經看起來像超級大完結 世紀大完結了 還能再出4嗎 然後我看4的時候 在那邊哭 所以我玩具總動員5 大概也是抱持著 幹4都已經這個 拍得這麼好了 還要出5 不可能再出5吧 然後會不會5看完也是 好像是安迪的小孩是不是 4我已經不想看了 但我覺得4很好看欸 他蠻適合就是 怎麼說呢 工作了好一陣子 出社會幾年 被這個社會毒打過的 這個還有一點點 殘存的心靈的社畜 去欣賞 怪獸大學跟怪獸電影公司哪一部比較強 怪獸大學其實蠻普的欸 我覺得怪獸電影公司好看多了 玩具總動員4當外賺 還好啊 他也沒有什麼 不能當正賺的問題啊 哇 開寶具 這個寶具動畫超爛 唉唷 唉唷 爛炮兵 打他 A頻道會出迪士尼的影片嗎 不會吧 我對迪士尼又不是特別愛 為何這群士兵 爛啊男子漢 不認輸 還要接力耶 還要接力 這個 目前沒有自動 沒有加速 我已經受不了了 我要投票了 我覺得我在坐牢 我不知道你各位怎麼想 這款迪士尼競技場 陽性90% 陰性90% 153人投票 這個請加速後再來再見 你是個 不能稱為好遊戲 但也不能說你是爛遊戲 我們來玩這款 原始人不要停 看起來是不是很棒 我知道了 累貓咪大戰爭 哇操這個音效 有夠死爛 丟允時速 真的是免死音效耶 這以前是史萊姆好玩遊戲區的遊戲 OK 是我沒跟上時代 什麼是史萊姆好玩遊戲區 做下孩子 我來跟你講一個偉大的故事 以前電腦課的時候 我們都在上面找樂子 以前這個網站 就像是Steam 但上面的遊戲 都不用剪 哭了 還真沒聽過 哭了 那你知道小朋友騎打交嗎 小朋友騎打交也是一個偉大的故事 請問你還知道 LF2.NET嗎 三大霸主 摸摸耳 遊戲天堂史萊姆好玩遊戲區 欸 你講的另外兩個 我都不知道欸 哭 我高中就碰Steam了 哭 請問你幾歲啊 我高中沒有Steam吧 哭 摸摸耳有色色的遊戲 真假 我高中就有Steam了嗎 真假 還是我真正熟知他的時間太晚了 欸對耶 L4D 欸好像是 欸你這樣講好像是欸 啊對齁 以前要玩那個 惡靈勢力 好像確實是從Steam 你這樣講我就想起來了 好 是我錯了 我記錯了 遊戲天堂友好款 野球全很好玩 哭哭哭哭哭哭哭 哇 你們的小時候都好豐富喔 今天老人會操縱 我不許你那麼說 我們只是童年過的 比一般人更加精彩 不像你們 你們現在只有 小紅書跟抖音 我們當時有 史萊姆好玩遊戲區呢 好啦結算 這款原始人標題 陽性霸4% 陰性15% 145人投票 欸不是欸 迪士尼啊 比這款還要差是怎樣 迪士尼不至於吧 迪士尼不至於吧 太過分了 好可憐 我們有原神和寶貝大聯盟 沒有 我們沒有 好 來玩這款 Master of Knights Newiz 這間公司就是做偶像榮耀喔 還有最近很紅的這個P的謊言 我覺得他們應該花更多的資金喔 去做更多P的謊言這類的好遊戲 不要再做手遊了 好啦也沒有他們家這個偶像榮耀 也是很頂 所以我們還是都給他們盛展 都棒 我來看看 移動打怪OK 是不是看起來還不錯喔 這是一個微戰旗嗎 你看這個節奏多快 剛剛那個節奏在幹嘛 迪士尼好好選一下好不好 這家果然還是懂做手遊的 節奏抓得很好 他這個看起來像超級加速欸 這隻只能打斜的 喔我知道 你的攻擊力就左邊右邊就血量 看懂 想的比迪士尼清楚啦 然後敵人也會反打喔 跟那個爐石的卡片有點類似啦 就是你跟敵人是會互撞的 但遠程應該不會吧 遠程應該就不會被打到 欸 我要把自己卡死了 我看一下 我這個戰旗100分 這隻走過來敲他 懂 這款簡單易懂欸 好像有點料喔 玩起來玩法還算不錯 這節奏超級舒服 只能沉浸的話 好像確實是跟西洋棋一樣 沒有錯 跟我們偶像榮耀一樣喔 輕鬆好上手 馬上就抓住玩家的目光 工商信已經在路上了 大家多吹一點 等等投個陰性好不好 大家一起給他80%陰性好不好 捷克有沒有一款 好了這就多了 這個先不用 捷克你好 我在找一款news製作的 戰旗類手遊 特色節奏迷快還有自動 等一下自動我還不知道 雖然應該會有 角色又香 怎麼輸 不可能輸吧 OK這邊可以編排角色進來 這款還不錯啊 UI還好吧 現在手遊的UI 都超級多東西 攻擊時我方全體回10滴 噢好強喔 有點意思 你看這隻先被打 這隻先被打 這隻先被打知道全體獲得爭議 再去打別人 哭了 走錯路 OK 不能回頭表示這遊戲很有深度 沒有錯 這是一個充滿深度的遊戲 戰具爭議格我方全體強化 好OK 也有不利的位置 嗯他上面兩隻就讓他自己被電 自動戰鬥2-5解鎖 好啦有自戰 有自戰就行 每個角色走的格數應該是不一樣 你看這一隻 這一隻就是八方都可以走 我這一隻不能打回頭 我的補師現在被貼著幹 啊要瘋了 他開寶具了 哇操 我的角色快死了 救命 再補一刀GG 可以啦還是打得贏 不錯其實蠻好玩的 就是真的要想一下 免費召喚 最多抽到一張傳說 這個抽卡的天使姐姐看起來也是很香 肯定T0啦 他一定會中 你過來一下 先截個圖 T0啊T0莉莉絲 其他的就簡單看一下 這個也蠻香的 推薦騎士 我看一下 你在手抽的時候 直接寫推薦欸 跟你說手抽哪一隻比較好卸咯 請參觀阿瓦龍 你又是誰 維維安 湖中女神吧 蛤 這位同學你的畫風不太一樣 好啦 差不多 完美收工 就玩到這邊 結算 接下來 Master of Night 陰性618% 陽性31% 144人投票 麻煩newiz 有興趣的話 再來找我工商一下 還行吧 這個68%的好評喔 這個大家都喜歡 這個我們一定拿來當封面 這個希望可以再找我合作一次 好看 好看